捷克两名少女在行驶中的车里进行脸书直播 没想到开心录影的下一秒竟发生了不幸的事 这起车祸夺走了当时正在车内进行直播 22岁少女巴拉巴索娃的性命 另一名女司机则头部受重创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根据英国警报报道 汽车怀疑是因为超速而失势撞向路边的石墩 而车子当时的行驶速度达到每小时120公里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起案件 你到底有什么时候 你中的车里发生了 你真是冲刀 我看到了 我即使你 你贴着 啊啊 啊 啊